鹏鹏州五级丁怡昨天晚上约7点开始下起豪雨 引发严重山洪事故 今早天然资源环境级气候变化部长聂纳兹米 和国州议员与县长一行人亲自前往五级丁怡 通往镇德拜崩塌的路段视察 并巡视山上的水源源头 这段道路在今年2月曾因为爆发山洪而被大水冲毁 以致交通中断 当时当局拨款抢修也见了石龙 目前还在施工中 结果昨晚一场豪雨引起另一波山洪 该路段再遭破坏 迫使镇德拜居民必须绕道而行 另外美丽区州议员李政贤也透露 根据消防局的统计 本次灾难共有30户家庭受到波及 索性没有伤亡报告 他也当场向聂纳兹米反映说 五级丁仪今年内已发生三次山洪爆发 但有关部门未采取实际的修补行动 工程进度也十分缓慢 希望各政府部门提高效率 亡羊补牢 保护五级丁仪和文东县居民的安全 由于灾情严重 聂纳兹米承诺将深入研究 采取有效的防洪措施 并指示当地国州议员 针对山洪爆发问题 拟出详细报告以探讨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